今年的5月20日 袁宏张新义公开了恋情 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呢 有好消息传出来了 不少爆料公众号称啊 10月29日 袁宏已经向张新义求婚成功了 我想说袁宏 你这速度也是太快了吧 爱对了人每天都是情人节啊 爱对人的张新义这幸福是挡也挡不住呀 因为近日有不少爆料人称 袁宏已经求婚张新义成功 甚至给出了详细的时间地点 10月29日时装传媒活动上 张新义 袁宏一起出席 活动结束在北京九仙桥附近 袁宏求婚了 张新义答应了 小编查看了一下 袁宏张新义最近的工作行程 他们的确在10月29号 参加了某时尚活动 还被拍到一起乘车离开 难道这就是求婚去了 袁宏古装小王子 我第一次交给他 应该level挺高的吧 对自己的古装扮相 有什么样子的 高大威猛的 满意死了 2014年8月 张新义 袁宏因为合作电视剧 解由公主而相识 在接受采访时 这两人互动起来 可是火花十足 看来那时候艾苗 就已经在两人之间蔓延了 不到三个月后 也就是2014年10月30日 张新义宣布和导演杨树鹏离婚 三天后的11月2日 就有人爆料 张新义 袁宏在一起了 这之后 两人相恋的证据不断曝光 2015年1月31日 张新义为闺蜜煮饺子 赴面膜的同一天 袁宏也很巧合地 删了面膜 也删了饺子 恋爱我天天都在想 我也想谈个恋爱 追求我的人条件怎么样 蛮多的 不过这二人对绯闻 一概不承认 直到520这个特别的日子 张新义 袁宏约会 被拍到才大方公开恋情 就让大家为我操心了 其实是特别感谢你们 感谢你们这么呵护我们 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很幸运 然后未来还很长 慢慢来吧 谢谢 在这之后 好事将近的消息可是一直不停 张新义每次都是一副娇羞模样 生活中大家很关心 有两个人是说好事将近的 你问他吧 没问我 这种事女孩干嘛那么着急啊 刚才那个就是有问的 而且说这个好事将近这事得问你 你怎么回答 他肯定不是这么说 你骗我 是真的 真的 是真的 现在有人说什么 合伙骗我什么 出道多年 对恋情一向十分低调的袁宏 这次对张新义可以说是十分上心 在公开恋情后没几天 袁宏就被目睹带着女友张新义 和自己一帮武汉好友出国游玩 10月3日张新义的父亲过生日 追女婿袁宏也一起亲生 还亲密地搂着未来岳母 也然就是一家四口嘛 据知情人士爆料 10月16日 袁宏还带着张新义回武汉 参加好朋友的婚礼 隔天 袁宏就被武汉网友目睹 带着张新义见父母 一家四口还美美地自拍了一张 看样子张新义不但成功 打入袁宏的好友圈 还得到了袁家二老的认可 再加上爆料各种细节 这求婚也不是没有可能嘛 不过当新义在线 博通了袁宏身边工作人员的电话时 却得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 袁宏方面的态度也是明确到不行 那就是袁宏绝对没有求婚张新义 自然就好 确实也是在风口浪尖上 你做什么都会有人去误读误解 其实自从恋情公开后 对比于张新义的甜蜜模样 袁宏则不算幸福不秀恩爱 把感情生活包裹得那么好 其实有他自己的原因 那就是这段恋情从一开始 就没有得到袁宏粉丝的支持 袁宏 你明明可以找到更好的 我不喜欢张 可我喜欢你 瞬间不好了 老袁 我脱粉了 拜拜 这些负面的评价 正是出自袁宏公开恋情的微博下 你可见他们对张新义的不满意 究其原因可能有两点 第一 袁宏自从出道后 从无众人皆知的绯闻 形象一直都是比较积极向上的 而女主角张新义出道这么多年 最为人所熟知的 就是他那一段疑似第三者劈腿的婚恋新闻 当时公开恋情后 袁宏也自嘲道 谢谢大家稀稀拉拉的掌声 还有一点就是张新义的微博小号被发现 近日他把自己的认证微博改名叫赵妖镜 还特地在小号上解释说明了一番 还有那些和袁宏的亲密照 被认定这个微博小号就是张新义本人在经营 关键来了 张新义用这个微博小号挂过几个袁宏的资深粉丝 公开指责对方龌龊 不怕地狱油锅 什么事情让张新义这么生气呢 原来是袁宏粉丝给偶像发了晚安之类的私信 这让女友张新义极其不爽 我想要把私信结个图出本书 那真是精彩呢 说的就是不要老给你偶像发私信呀 呵呵的 你们让人头疼了 对于张新义的这些表现 一些袁宏粉丝也是气不打一处来 直接表示要脱粉 他看袁宏私信不要紧 但是公然挑衅我们不能忍 因此很多豆子脱粉因为这件事 也许正是因为这件事 原来一向十分高调的张新义对恋情 竟然罕见的低调起来 如今连求婚与否都不敢轻易回应 这是不是又有点过了呢 很多很多年以后 可能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以后 如果说我们还能够在 一直坚持很执着很快乐地 在做一件事情 那那个时候如果说再被人议论 或者是我们自己拿出来说一说 那还会有意义